嗨 大家好 我是阿美美 今天我要来采番茄 虽然天气不太好 可是我看有一些已经变色了 我想说赶快来采一下 那如果不采的话 有时候鸟会把它吃掉 那我拿着这个 这是什么 勺子 其实不是说有很多啦 是因为没地方 没有其他东西好让我拿 所以我想拿一个勺子来装好了 对 各位来先看这一颗 这颗番茄实在是不错 因为它是黄的 很粗状 我们最主要就是要吃这种黄的 这个特别好吃喔 去年做过两种黄色 可是我觉得这个比较甜 甜度比较高 好不容易做到一颗 这一颗真的是不错 因为它将来会长蛮多 因为它树很壮很大颗 而且最主要是很好吃 那我先把它采下来 那先下手为强 因为好吃的东西 鸟也会来抢 对 具有的机会 好彩喔 虽然这一颗也是相当不错 这一颗也是相当抢手的 来来来来 给各位看漂亮成这样 那一个特鞋你看 有没有 像鸡蛋喔 对 小鸡蛋 对 用这个先装着好了 因为怕掉下 先装着好了 目前只有一颗 可是还有大概有十来一颗在上面 所以应该陆续天气好一点的话 也是会转黄 那相当不错 其实旁边我还是擦的 也是它的吗 有的不是它的 这跟很像是 这跟我记得从这边解一分过 那就有可能 所以感觉这个有希望 相当不错的 那我们是想说 事实上我也不晓得它是什么颜色的 只有长出来 我们才知道 像这样就知道是黄色的 对 其实这个种还是要留下来 对 因为这个番茄圆里面最好吃的 就是这一款 这边要种一些 那这个也很壮喔 搞不好这个也是 那种 好怪喔 各位看这颗 这颗怎么好像要死不活 对啊 诶 是冻伤吗 没水吗 怎么可能没水 下雨天怎么会 哦 还是烂根 不晓得 嗯 那这个也是 这个是叉枝的 也终于长得这么大 不过这个还没红 这都是绿的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 叉枝的其实也还好 像这样子 底下这些侧芽 要把它弄弄掉了 对 这些要把它弄掉 把它拔掉了 对 尽量不要让它长 最近这颗樱桃都长不大 好 好 那这样一搞的时候 它说不想长 嗯 气到了 气到了 不想长 再来 再来这边就是 应该有很多品种的 番茄 在这边 已经 有的已经红了 来看一下吧 今天的目标是在这里 这个好漂亮吧 这一颗 对 各位看 这几颗 二四六八 哎呦 掉下来 二四六八 十十二 这十三四颗 各位看 对不对 好漂亮的番茄 对 我们今天就要来采 红的 它是我们今天的首要目标 对不对 采了 很小 等一下就 就比较就知道 对 在镜头上看不出大小 不过等一下摆在一起 各位就知道 对 什么是大 什么是小 这要红是吧 不用啦 有点红就可以下来 免得被鸟先攻击 因为数量不是很多 我也很怕鸟 把我咬掉 对 这边 还是维持那种 先下手为强的原则 哦这个是大的 这个大的 各位看 也是很大的 二四六八十 十一颗看 一串就十一颗 对 不过这个没有像黄的那么好吃 对 这也是大的 对 其实最好吃的应该是黄的 最好吃的就是黄的 差不多 差不多 其他还不够好 其他还有没有 其实仔细看 这也是陆续 对 要转活了 其实也很快 其实等它真的 量产的话 哇 吓死了 这边都会被盖住 是这两天有大太阳吗 有啊 前 前天还是昨天 我就搞不清楚 对 有出太阳 所以会长得比较好 各位看 这个 小的真的很小 大的 这个黄的就很大 那你在旁边 刚好是 是那个 刚好是那个 神秘果 可是上次采回去的 还有十几颗没吃掉 没关系 也只能采 也只能采 你不然哪里掉下来 我采了好 各位看 好多 不会 如果还能摆的 就继续摆 如果快掉下来 就顺便采 所以有的还可以再摆 还可以摆 摆在树上 比较好 因为摆在树上 它比较甜 我都是红了 可是想说 因为红了 我是怕它掉掉了 怕掉了 它能摆就尽量摆 而且各位看 这个其实都有 你看我都不敢采 因为家里还有 家里还有很多 很多 神秘果让你吃到饱了 这个没有红 我这边要看 这边也是很多 可是没有说非常红 想就算了 没有红就算了 因为家里还有非常多的神秘果 对 是吃不完的情形 对 那就不要勉强 不要勉强 基本上就是 吃很多 这边是好几十颗 可是 想说就不要采 那今天就采了 几颗的神秘果 还有番茄 还有 没有了 就这些而已 对 那我是不是吃一下 来看 这个很好吃 好想吃 好啊你先吃 先吃那个黄的 我先吃 试试看今年的黄的滋味怎么样 嗯 就说要吃的话 也是吃最好吃的一颗就对了 对吧 这是最好吃的一颗嘛 我觉得现在有比较小一点点 对 你不要想看 够漂亮吧 嗯 嗯 其实这个黄的也不输那个红的 嗯 酸吗 是很好吃 可是我又觉得还是有一点点酸 对 还不够很红 不够很黄 没有最重要也是要摆 因为水果的话 踩下要摆摆摆个 那叫沙 那叫沙 沙青 会比较好 很有水分 嗯 然后皮的话 还好 那红的给我吃一颗好了 大颗的 对对对这一颗 这一颗比较好 那我会吃啊 好 我看到就把它吃了 好 先吃先饮 对 好 不要红的给你 对红的给我好 我来吃吃看好 我来鉴定一下 好 番茄鉴定师 我觉得好像黄的比较点 对啊 然后都是很有水分 嗯 然后黄的吃起来 里面有一种 比较粉的感觉 嗯 啊这个的话 吃起来里面的好像囊 反正就觉得比较硬一点 嗯 然后这几颗 这几颗就留着吧 留着 留着让它杀青一下 对 等它那个转红一点 再来吃 再来吃 其实虽然说 采的数量不多 可是就是一种乐趣啦 对啊 当然是不要去跟人家那种专业的比较啊 对 因为我们家里还有一盒番茄 芋泥番茄 对 他买了一盒 那个透明盒的 对120 像番茄都不便宜 我记得以前那种 像这种圆圆的 然后大颗的 然后一盒有时候便宜到一盒 30两盒50 可是今年就没有那种价钱了 对啊 现在都是可能标榜那个 往事或什么温室种的 都价钱当不下 上次我们去嘉宜那边买一箱 大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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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美女还是大美女 路边买的 哦 那个真的是甜到爆 真便宜 而且很便宜 一箱哦 一斤好像30块 反正很便宜 然后我们回来以后吃不完 吃不完 后来好像就把它 不知道是怎样弄起来 忘记了 要煮的 煮起来是怎样忘记了 所以今年来说 番茄应该是也没有很便宜 嗯 然后我们说回来不看的那一家 好像也没再种了 嗯 就是也没有机会 大美女又没有再种了 就没有机会 再吃到那么便宜的番茄 又好吃 当然要好吃又便宜 对啊 好吃是先解条件 像在台北大概 家里大概都要 可能要100多 嗯 一盒大都100多这样 嗯 不过也不错 在自己的菜园里 种几颗番茄 偶尔解解禅 也是不错啦 也不一定要去买这样子 好啦 那我们就先介绍到这边咯 那谢谢大家下回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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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